老公 因為你過去這40年來你都沒有成長 所以兩個人沒有對話空間 所以我覺得在座各位 我今天看到竟然是跟外面演講不一樣 非宗教團體非創業致富 但是來的男性這麼多 而且我也問過秘書長 來上課的人只要對台灣有一份認同有一個心 你講的主題跟政治不見得要有關係 所以每一堂課都代表一種成長 我必須坦白講在座的男生 你們是很值得驕傲的台灣的少數 因為在外面的 這是事實 你們回到你們自己的家鄉 回到自己的職場 你看看我每天跑去應酬托的 喝酒都是男生居多 但是去上生命成長課程都是女性 那問女性說為什麼不把先生帶來 他說他很忙 那忙什麼沒有就忙著看電視 就是不願意走出家門 這種男女之間的落差 會給生命產生很多的歧見 所以我覺得在座的各位 我們的那種生命成長的動力 我覺得未來即使面對死亡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坦然面對 是因為我們有理念有想法 我們不斷的在尋求一種成長 我不是來到這裡是謀求我個人有什麼樣的實力 而是覺得我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標 我覺得這種念頭會讓人活著 比較有價值而且會有方向有目標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坦然面對死亡的 在有些學校裡面 我認識過有一些交代 教這個生死學 因為現在生死學 比以前越來越叫做 像我們民意代表 常常都要去參加婚商喜慶 尤其參加告別式 我比較願意去 因為畢竟跟親人的離開 當事人都是非常難過的 包括自己本身不願意離開 包括家屬也不願意看到 自己心愛的人離開 所以我能去參加告別式 我覺得是盡一份我自己的一種心意 單單我們中立 平均一個月就將近有100個人往生 所以看起來那個往生的人真的很多 所以變成他那個水平越來越高 連那個禮儀師啊 這個化妝師 每一個都往上走 然後學校裡面也開生命課程 可是不表示每一個人 都能夠真正參透 曾經就有人教生死學的老師 跟人家講過很多生死的議題 可是有一天當他發現他得癌症的時候 他才60出頭 他不能接受 他覺得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可是你不是常教大家要參透生死嗎 為什麼生死到自己頭上的時候 你不能看破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準備好 總覺得講死總是講別人的事情 總覺得不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包括我自己的表姐夫 他是非常有名的中醫師 結果中醫師竟然自己得到癌症 而且一發現就是末期 然後我去病院看他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學生 我心裡真的很難過 我自己做中醫師這麼多年 然後 竟然不能夠發現自己的疾病 而且治不好自己的疾病 然後他的後面就放著觀世音的像 然後 然後 這個床旁邊就是不斷在誦經 然後他就講說 如果觀世音菩薩能夠救我 我就真正信他 這時候就在跟神做賭注 說如果他不能救我就不會信了 那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信成功 最後是走了 因為那是一個自然已經面對 那是已經群醫束手無竅 不管中醫西醫都沒辦法救 可是人在那時候會做交換條件 你跟祖父有辦法救我 我就信你 人在這時候還是會做這個賭注 因為人都想活下來 沒有一個人說不想活下來 有少數像最近 這個美國一代諧星 這個羅賓威廉斯 選擇了死亡 因為他被憂鬱症長期的困擾 聽說又晚年現在得到帕金森症 所以晚年現在也不過63歲 馬英九也63歲 還每天跑來跑去 那麼有活力 可是羅賓威廉斯已經選擇了死亡 所以死亡對每一個人來講 都是必然會面對的課題 可是每一個人面對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教我的助理 第一堂課 就是帶著他跟著我去跑工技 帶著他去跑工技 這些小朋友才二十三五歲 剛出校門沒多久 我叫他跟著我 所以在座各位年輕朋友 有機會要跟著我去參加告別式 我就跟我的助理就隨機上課 我說你們不可能一輩子都跟著我做助理 你只是來我這邊 學習一個人生經驗的起步 我也樂於教導你們 但是我請你們去鞠躬的時候 一方面你是表達對哀家的致意 對往生者的尊敬 但更重要一點你要去想說 人有一天總會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頂多佔的空間 如果你是土葬 也不過一個人的身長 如果你是火葬 靈骨塔也不過小小的一個格子 這些年輕朋友才二十出頭 我就要去想人生倒數的 最後一刻的時候你回頭想 你如果人生你活到七十活到八十 你現在二十五歲你還有五十年好活 你這五十年你要怎麼面對你自己的人生 我給他上的第一堂課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過你的人生 因為這個年紀的人就是往前走的時候 他就拼命想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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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賺很多錢 然後不斷的拼命花錢花錢花錢 然後突然一看 有一天突然自己已經六十歲七十歲 結果人生就過去了 為什麼不能夠提早 當你在鞠躬那一刹那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敗票 是在這邊在拉選票 在跑行程 不是 你是在給自己生命上第一堂課 所以我雖然中立有100場一個月的這種功績 我能夠到我都盡量到 每一次我都很認真的鞠躬 而且每一次鞠躬的時候 我都認真在想 我到底人生今天走得怎麼樣 包括今天跟大家現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也在想說 那人生你自己的下一步是什麼 因為不是可以計算的 大家看最近這七月來 台灣真的上空不是很平靜 從復興航空空難到高雄氣爆 到昨天新電安康 一個瓦斯氣爆 那不是講說高雄氣爆 全台灣管線都在查嗎 查了以後人家都聞到說 一整天都有瓦斯味道 為什麼還會發生氣爆 這個有時候政府有責任之外 人必須要去了解說 人生當中有很多不是我可以主宰的事情 因為人生有太多的意外 非我所能夠控制的 這一點是大家一定要認知的 可是大家一般都不願意去碰這個事情 貪到死都不要去想他 假設佛家都會用一個議題來考很多人 或假設今天 你去參加一個 滿月 孩子滿月的那個 滿月宴 大家都會去吃滿月酒 如果你去的時候跟長輩講 跟這個孩子的爸媽講說 恭喜你生了一個會死的兒子 會不會一腳被踢出去 會啊 但是如果是大智慧人一聽 爸爸媽媽就會想 我要好好教我孩子 因為人一生最後會走到這裡 可是九成九 我看一百分之一百零一啊 都一腳把你踢出去 為什麼我們家辦喜事 你來跟我們家講喪事 可是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講的是事實 可是人就是不願意去面對 不願意去碰這個議題 最近有一個朋友跟我來講 他說今天心情不好 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 他說今天講錯話 我說你講錯什麼話 他說今天跟人家 車子可以威到 威到 然後兩個就在吵架 你看台灣常常 就是常常插撞一下就吵架 吵到後來喔 然後對方就罵 我這個朋友講說 你一定會死 你一定會死 你知道我朋友怎麼回他 我朋友也有在修習佛法 他說你也會死 有沒有講錯 兩個都沒講錯 結果我的朋友講說 你也會死以後那個人想一想 就上車就開走了 然後我朋友回去我就懺悔 你有修習佛法 覺得自己怎麼可以口出惡言 可是兩個人都講錯事實 一個講說你一定會死 意思是說你出去讓車撞到 你一定會死 但他講了 卻讓念佛的人會知道說 他講你一定會死 我真的會死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計較那個 那個小小差狀 幾百塊而已啊 為什麼要浪費大家時間 還要動肝火炒個半個小時 所以他講你一定會死 想我一定會死 那我想一想 那我就不要計較了 可是當我回口一罵他說 你也會死的時候 想我佛家修得不好 他說你也會死 結果對方聽了說你也會死 說你怎麼會詛咒我 你看有沒有修習佛法 差很多 有人罵你你會死 你會檢討因為你有修佛 會想說人家也會死 不要計較了 但對方罵你說你會死 你沒有修習的時候想 那他真的是詛咒我 如果跟他繼續在一起 被他講成真怎麼辦 算了就走了 但是兩個都講出事實 人一定會死 而且不見得你自己可以主張 你可以活多久 雖然我們都講說平均壽命多久 說台灣人越來越活越久 平均可以活80歲以上 可是不要忘記 那是很多人加起來平均 每一個人的生命 是不能夠去預計的 所以越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們每一個人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面臨到生死的課題 透過今天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我覺得人生就是要透過去面對 然後你不要去忌諱 你就會更珍惜說 那我這個人生應該怎麼樣 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 開宗明跟各位談說 為什麼是出事心 路事事 第一個要談的議題就是死 這個議題 雖然講了以後大家講說 哇 我們這邊是台灣民政府 怎麼一來就談完 談這個死這個議題 如果不能夠談這個議題 各位 我們很多理念不能堅持 因為你碰到 一個死這個關頭的時候 你很多的事情都做不下去 因為你會覺得 活下來比什麼都更重要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信念有理念 去堅持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下的各位 是讓我非常尊敬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機會在一起 而且各位可以長期上課 接受別人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我今天是把我個人一些經驗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很樂於從這個角度去切錄 因為這是我自己現在切錄 人生自己的一個重點 因為我今年55歲 假設我還活15年到70歲 我未來這15年要怎麼去計較 當我會去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各位 各位看到我在政壇的表現 就是不太一樣的 我以前2004年之前 我在做立法委員 我大概一天上電視通告 一天最少三次 而且大家都搶著我去 人家都說我是四季紅 這邊去那邊去 常常第一個節目還沒有結束 就要先離開 然後到第二個節目的時候 都要晚到 因為主持人都要講說 我們委員在路上馬上就到 但是經過10年離開立法院之後 我重回立法院 我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先從這個電視公告開始 他通告我 我不會去 我選擇一個禮拜 頂多一到兩次 所以我會固定 也做個廣告 每個禮拜一 晚上8點到10點 在年代謝正午的 我晚上會上他節目 我固定上 這樣我沒有壓力 一個禮拜上一次 但因為他的重播三次 所以等於一個禮拜上了四次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我 其他有一些人情邀約 我偶爾我去 會去一下 去的原因是說 好吧 談談一些自己想法跟大家分享 原因 不在於說我要上電視上很多 然後頻率很高 曝光率很高 然後就代表 我很有影響力 不是 我上電視只是陳述一些想法 把有一些人的想法 透過電視表達出來以後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台灣不寂寞 台灣還是有一些人跟我有共鳴 因為我扮演的角色 我如果是要為了選票 那我很簡單 我就是尋求藍綠的對決 我就是很藍就很藍 綠就很綠 我不要問是非 可是我覺得 我既然上了媒體 我就是要講出 有些人的心聲跟想法出來 所以我堅持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喜歡我的人說 學生很理性 講話很公道 那 沒有人不喜歡我啦 還是喜歡我啦 但是會講說學生 謝謝 有人會跟我講說 學生你太軟了太軟 要充一點要充一點 我說那不是我的個性啊 我說我的個性就是持平 把每一個人的心聲話都講出來 所以我有兩次的言論 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是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兩顆子彈 所以在凱達格蘭大道前面 就每天都是幾十萬人 我是那國民黨裡面唯一 認為 這個台灣 一定要透過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是那個唯一 沒有去到凱道 然後上去 去做激烈發言的 國民黨的委員 也因為這樣子 謝謝大家 也因為這樣子我付出了代價 因為有人就罵我是吳三桂 吳三桂 吳三桂就引清兵入關 意思就是民進黨是清兵 拜託都台灣人 還有什麼清兵不清兵 都騎那兵欸 還四國兵欸 因為這樣子 就把我貼上吳三桂 結果一路這樣下來 那一次選舉選的也很辛苦 後來就意外落選 那一次跟我一起堅持理念的人 包括沈富雄包括段儀康 都是比較手忠道理性 那一屆都落選 因為在藍綠的對殺當中的時候 你如果不能選邊站 你選中間 選票兩邊就移開 所以台灣選民說我們要理性要理性 投票的時候都不是人理性 都選擇兩邊自動歸對 但是我覺得 政治是一時的 但是你對於理念的堅持是永久的 所以我在2004年可以這樣堅持 也因為這樣落選 結果我重回立法院 應該 應該會比較清楚一點 也不是 大家看到這一次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大概是唯一可以跟學生團體對話的人 為什麼 因為我最起碼講話 發自於內心 因為我覺得這些學生 今天來到我們立法院 一包圍那麼久的時間 沒有人很喜歡 晚上不睡在自己家裡面吹冷氣 要睡在這個街頭 他也是一份理想一份熱情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在 你要去了解 所以 我選擇的是 去了解問題的原因 選擇跟民意在一起 當然 我又被修理了一次 可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 從政 從政 要的是什麼 就是講出真話 所以 有人說我太軟 不夠充 有人覺得我好像是淺綠 是綠營的這個同路人 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人生有想法在 因為人生知道 你人生還有多少的時間 你是要繼續做 三屆 四屆 五屆 六屆 七屆立委 跟人家講說有一天 你的告別式上面寫說 陳學勝曾經連任台灣 十屆立法委 那又怎麼樣 你什麼事都沒有做過嗎 你寧可只做了一屆兩屆 可是人們記得 你曾經為台灣這塊土地 努力過的事情 你如果看破了這個 你就比較敢 在立法院 或在你所處的團體裡面 去接觸一些事物 我講一個我自己很感慨的事情 台灣不是號稱 說我們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那大陸有異議人士來到台灣 不管是政治的 或是法律 陳光誠律師 或者是宗教界 基督教被破壞的 或是佛教和尚被破壞的 他們來到台灣尋求支持 每次開記者會 公聽會 我是那個唯一的 到場的藍營的立委 楊憲宏 他就講說如果我沒有來 台灣在人權這一塊 藍綠這個 光譜裡面 那麼美麗的彩虹裡面 少了一塊 我每次都去 那我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 我們藍營的政治人物都不敢來 包括迫害基督教的 這個牧師來到台灣 他們陳述在大陸 受到的宗教迫害 來到台灣尋求支持 我們藍營有非常虔誠的基督教的 信眾的民意代表 也不敢站出來 為什麼 他不知道對面在想什麼 所以他不敢得罪他 所以每次就變成我來 就代表了 國民黨到 代表藍營到 代表台灣天空 所有的言聲都到了 這是一個 我覺得 你的選擇跟堅持就 在你的言行上面 就不同的表現出來 這種表現跟堅持 需要有很大的這種抗壓性在 在座各位 每個人對於同志婚姻 也有不同的想法在 有人說同志可以結婚 有人說同志可以結婚 不能生小孩 有各種很多議題在 因為台灣是一個 各種顏色光譜的地方 可是你要知道 在立法院裡面 談到同志議題的時候 是非常保守的 包括藍營不敢去觸碰 綠營也不敢去觸碰 為什麼 大家都怕影響選票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既然活在這個世界 他會站出來 一定有他的需求 一定表示現在的制度對他不公平 台灣如果既然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就不要讓某些人 躲在暗角裡面去哭泣 包括今天我們台灣民政府存在 他也代表了台灣一股力量 每一個人在台灣 如果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就要讓每一個人都有發生的空間 可是當你發現到 當要觸碰到同志議題的時候 很多人就面臨到真實內心的考驗 不敢站出來 因為一旦你站出來的時候 就有一些宗教團體會出來批判你 而且告訴你一句話就是 如果你繼續支持的話 那你下一次我們就會用選票抵制你 就會讓你落選 所以很多人就Q回去了 所以有人會因為擔心老共 有人會擔心選票 擔心東擔心西 所以你就變成你每天就守著那個 最簡單那個角落 就是去迎合大家的想法 然後就覺得我要討好大家 因為這樣是最安全的 也許因為這樣子 有人做立委做的會比我久 可是對一生來講 有人就錯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選擇 那我很高興說在過去 從做記者一路做民意代表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人生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還不是很後悔 最起碼每一次在重要的關頭的時候 我都給自己一些信心跟力量 那這信心力與力量 來自於你人生的選擇 你做了最清楚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自己很高興 今天在座各位有那麼多人來到現場以後 我們也許我們見面 以後也許在哪個角落碰面我們不知道 但最起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分享了生命的一些成長的喜悅 所以我剛剛從一開始談生死課題 我一路到我自己在從政過程當中 看到我們同僚之間 面對什麼是你要堅持的 什麼是你害怕失去的 你自己做了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一些經歷 但是經過這些簡單的庶民之後 我是給大家一些簡單的一些建議 建議的第一點是說 第一個要活在當下 這句話不是只有限制在佛家所說 活在當下就是你要珍惜現在 此時此刻 我以前去畢業典禮的時候 很喜歡跟畢業生講一句話 我說 你在畢業典禮的那一刹那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看看你右邊的同學 左邊的同學 後面的同學 前面的同學 再看看你尊敬的師長 不管你喜愛他不喜歡他 這一個時空在這時間 就只有凝住這一簡單的時間 之後就改變了 你以後同學 你說要再開同學會 不可能全員到齊了 不可能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變化當中 你不可能掌控再回到那個 你最真愛的那一個原點 所以包括在座的各位 我們今天能夠齊聚一堂在這裡 也許大家來自於全省東南西北 但是你今天會住在這裡 你現在坐的位置 旁邊坐的人 也許下一個時刻 他可能有別的原因 他不能再來到現場 他會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以後坐的位置 沒有像現在是排在左右邊 所以人這個緣分很重要 所以因為珍惜這個緣分 大家要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你要珍惜現在 因為下一個時刻 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 可能一個外在的環境的一個變化 可能改變了我們的一生 所以你想做什麼 你就活在當下 努力去做 那有人聽了我講這句話以後 啊 我要活在當下 所以要及時行的 趕快燈紅酒綠 趕快能夠花 能夠開的 趕快去 因為下一個時刻 不知道身體能不能繼續那麼快樂 所以趕快 所有的事情 想做的都去做了 做的結果就是找妖 因為把身體都搞壞掉了 我請大家活在當下 不是要你及時行樂 不是燈紅酒綠 不是 不是紙醉金迷 不是 是好好去珍惜 你覺得人生是什麼你最重要的 人的時間就24小時 7小時8小時睡覺 再加上應酬聊天上班 剩下的時間那麼有限 你優先選擇給誰 我覺得這個活在當下 是一個人生必然一定要去面對的課題 這個活在當下 我特別請大家一定要記著 那第二個 就是要學習改變自己 要樂於改變自己 因為我們一般人 對於改變自己 通常會有很大的抗拒 你看我們看到小孩子 從出生開始 你就是想抱他親他 那小孩子很可愛啊 你都喜歡抱他 那為什麼到七八十歲 老人家沒有人喜歡抱 為什麼 我覺得人要去想這事情 有人會 會講說 返老還童 都會覺得 好像老人家有時候 講起話來 想的事情 越來越天真 越來越可愛 然後 像小嬰兒一樣 可是你說 有多少人 願意去擁抱老人家 不多 那為什麼沒有人要擁抱老人家 我最近跟一些朋友在開玩笑講說 人活到老大概只有兩種行業 會讓人家越老越值得珍貴 一個是 做神職人員 老和尚 老神父 老牧師 為什麼 他年紀越長 我們越珍惜他 越尊貴他 因為我們覺得他斷死了所有的意念 所以我們覺得他是讓我們尊敬的人 另外一個就是中醫師 越老的中醫師越值錢 覺得中醫師把脈經驗豐富 西醫師倒不一定 你寧可給老的中醫師看 你不敢給老的西醫看 覺得老的西醫跟不上時代 所以醫生還是有分的 老的中醫師看 除了這兩個行業以外 或兩個置業以外 其他人年老的時候 誰想去碰他 很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染了一生的習氣 所以變成我們越老 那個習氣越固執 因為我很習慣 我已經活了七八十歲 我幹嘛要改 我改了又自己不自在啊 所以一般人 年紀越大的時候 人家越不願意接近 然後自己就覺得越孤單 脾氣就越不好 那為什麼不改變自己呢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能夠來上成長的課程 不斷的從你有意識的開始 就不斷的調整自己 我覺得這種改變 是讓我覺得 是人生一定要選擇方向 你每天就勇於要挑戰改變自己 如果你每天去想說我每天的日子 都跟昨天前天一樣 頂多是你吃的喝的不一樣以外 那你人生多活一天少活一天 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願意放下這個假日 出去玩的這種最好的時光 來這邊上課 也許講者不如怎麼樣 但每一個人總有一些智慧的火花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是不斷的在尋求一種成長 我需要也祝福每一個人 當你活跡年紀越老的時候 會受到更多的尊敬跟愛戴 因為不要等到老人家的時候 我們沒有人來看我們 我們有時候發動這個慈善團體的時候 就是鼓勵一些慈善團體 一些年輕的志工朋友 到假日的時候到養老院去 跟老人家握個手 叫shake hand握手 為什麼要握手 因為讓老人家覺得 這個世界還有人關心到我 那個握手的那一剎那 讓他感覺到人與人之間還有接觸 你看為什麼人要活到這麼老的時候 需要被同情用握一隻手 來證明我還活著 跟這個世界還連結著 我覺得這種反省的力量 是我自己一直在警醒自己 我有沒有在從政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不斷的墮落 我不斷的沒有去好好的去改變自己 但是我看到在座各位的時候 我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尋求自我的改變 這種改變希望有一天 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還像嬰兒 每一個看到我們的時候 阿公阿嬤 我好喜歡你喔 因為你對他來講 是一個永恆的坐標 是一個永遠可以學習的對象 我覺得這種勇於突破 然後不斷的改變自己 我一直認為 是一個人生一個成長的動力 那最後我要談到的是 利他分享 因為你除了不斷的自我學習 不斷的珍惜現在活在當下之外 我覺得人生就要學習利他跟分享 很多事情夠了就好 你看我身上我也沒有名表 我也不戴戒指 我穿的衣服 就是一般賣場買的衣服 因為你再怎麼穿 人就是一套衣服嘛 你不可能一天 給自己多穿幾套衣服嘛 鞋子一雙就夠 因為你只有兩雙腳 你戴戒指戴滿了也不過十隻手指 手錶再戴也只有兩個手腕 人生真的是夠了就好 這個夠了我覺得 你要隨時提醒自己 你不管山菜海外菜怎麼吃 摟皮蛋一百塊錢熱炒 你也可以吃 就是吃飽而已嘛 夠了就好 但是你可以有沒有更大能量 去跟別人分享 我覺得這種利他分享的想法 再次各位要去想想 我如果一百塊錢 那我一百塊錢還可以再做什麼 除了給自己吃飽飯之外 還能做什麼 我平常有沒有想到可以及時去行善 讓別人多開心快樂一點 雖然我很反對 有人在街頭假日的時候 紅綠燈街頭在發那個 這個建築物的那個 建商廣告 我常常看到他們的時候都很難過 因為他們是最窮活在最底層的人 但是去賣最貴的房子 他永遠住不起的房子 我能給他什麼幫忙呢 雖然我很反對 他們穿梭在車陣裡面 有人講說你越是縱容他 拿他的廣告單 你就是縱容他繼續在 這種車陣當中冒生命的危險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拒絕 然後不要把車窗打開 可是再做 我們還沒有那個能力 讓他不要在這邊出現的時候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車窗搖下來 然後搖下來那一刹那的時候 廣告單給你 我就跟他說請注意安全 這件事情那麼簡單 搖下車窗拿一個簡單的一個地驗 他也許就可以拿一塊錢 然後我如果碰到有賣玉蘭花的 我一天一定買一把 20塊錢嘛 頂多30塊錢 對他來講 他會覺得在那個街頭裡面 這樣發的過程當中 一直碰壁一直碰壁一直碰壁 有人開了一個門 跟他講說 天氣比較熱要注意安全 他給喝水 不是給喝燒酒 給喝水 這種你簡單的行善你都可以做 這就是利他嘛 分享 你只是口頭上跟他講 他就覺得有人在關心我 那同樣的 各位馬上年底就要選舉了 有人在那邊發傳單拜託拜託 不管是發面子發筆發什麼 你就給他拿下來嘛 讓他早一點結束嘛 表示有人關心到 不管你會不會投他 會有沒有選票可以投他 那是一種感覺 所以我最喜歡講說辛苦 碰到誰我都講辛苦 包括來我們家維修電器的 他離開的時候我送他兩杯養樂多 說辛苦啊 你真的對我們有夠好 我說沒有啊 兩杯養樂多而已啊 覺得他來這邊修理也很辛苦啊 你常常從小地方你就可以做 可是人就是很冷漠 就很奇怪 就那個嘴開不了 所以我覺得人生你去算 你一生有多少的善事 什麼時候開始做起 都來自於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利他分享 會讓你人生有很大的快樂 然後你就想想說 那我自己這一生 我有沒有去跟人家去做利他分享 一旦你有想到你自己 什麼事情都夠了 然後想到願意利他 願意去分享 你會覺得 你有手中有好多資源 可以去跟大家來分享 我以前在高雄 待了兩年的時候 我們高雄有一個慈善會 是沒有登記的 每個人一個月繳一百塊錢 做什麼 你無法想像說 既然在高雄還有人 往生了沒有錢買棺木 這事實 我們給他做幾件事 哪裡有人 沒有錢買棺木 我們就送錢過去 不用收據 不用錢 簽一堆收據不用 就是我覺得這是該做的 你就馬上做 像這種利他分享 是我覺得我們這一個 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像我自己本身 我跟展望會 從這個雞二三十活動 合作快要二十年了 我就認養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一個月七百塊錢 台灣的稍微高一點點一千塊錢 但是你會幫助一個孩子 然後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有人在幫助他 所以我就選擇了兩類 一個是 國外的話 那麼我也希望選擇少數民族 然後台灣我就選擇原住民 然後第二點就是 謝謝 然後第二個就選擇小女生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 在一些比較艱困的國家裡面 通常女生在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 這些女孩子的命運 通常都是比較淒慘的 所以我能夠做的 就是認養少數民族 他的小女生 然後他們定期會寄報告給我 那一個月七百塊錢 都可以做啊 像前一段時間我看到Discovery 看到在那個喜馬拉雅山 在尼泊爾 有那個雪巴人 這個族群人不多 他專門做高山向導 然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Discovery要拍一個特別節目 有一組特別的人要去攻頂 結果他們就全程記錄 然後雪巴人也全程配合 結果沒想到在攻頂那一刹那的時候 突然整個天氣變化 然後產生大雪崩 然後一下讓很多非常棒的 高山想倒的雪巴人 就死罹難 那當然那個片子拍完以後 很多人很難過 可是很多人就沒有注意到 在那麼遠方 這個雪巴人 他們的處境是什麼 因為那個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才知道 世界上大家登山高手 最想攻頂的那個夢想 山頂 如果沒有雪巴人攻不上去 可是雪巴人卻是沒有任何保險 然後拿最低的待遇 然後他們每天就冒這樣的生命危險 所以因為那一次的這樣的慘劇 所以雪巴人 就要尼泊爾政府 拿出堅強的態度出來 說你要保障我們的一個 基本的工作條件 這種情況包括我們台灣 也有很多高山的這種 扛背包的這種原住民朋友 扛到兩腳膝蓋 都沒辦法承擔 因為我們很多登山的朋友 都希望用最少的錢 請原住民朋友幫我扛最多的東西 你看人就是這樣子 就寧可這時候省了一點點錢 然後下來寧可去KTV喝幾杯說 我們攻頂成功 但就不願意給高山這些朋友 幫我們扛中國的朋友 多一點點錢 那同樣的在雪巴人 也一樣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就在尼泊爾 產生這個抗議行動 可是抗議行動沒有多久 也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求尼泊爾政府 暫時不合發 攻喜馬拉雅山的這個登山症 因為他們要求一個 合理的工作待遇 可是人抵不過那個環境 因為他們表示他們抗爭的時候 同樣的他們也沒有收入 也沒有人繼續給他錢 那尼泊爾政府更不用想會給他錢 所以他們的抗議 經過一個多月之後消失了 那我要講的原因是 我在看Discovery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個電視節目 後面打幾行小字 因為Discovery這個探索頻道 從來不募款 他只是講說 如果你對雪巴人這個處境 你有感受的話 你請跟他們支持一下 後來我們就有一個團體 我們就寄了一筆錢 不多幾萬塊錢 可表示這是我們的心意 這也是台灣啊 這是台灣的心意啊 所以這都可以做 它不夠只一行字 那又比如說 我在14年前 我去莫斯哥參訪 然後我去莫斯哥參訪的時候 我看到莫斯哥的老人院 這些老人家過得很辛苦 是因為在蘇聯沒有解體之前的時候 大家都有飯吃 因為大家都吃一口飯 所以沒有人會餓到 但是也不會有人 吃得特別的好 因為那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後來蘇聯解體之後 瓦解了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沒有錢的人越來沒有錢 然後以前靠這個政府社會制度 去保障的這些人 是最窮苦最難過的人 住在老人院裡面 又雙眼失明的人 是最痛苦的人 我就是意外的 碰到這樣一個情況之後 我回來只做一件事情 過去14年 我已經離開了立法院 中間去過高雄 又在桃園 做過文化局長黨部主委 後來重回立法院 但是這14年當中 即使我離開公職 我都拜託外交部做一件事情 我每年2月份的時候 我就匯1000塊錢美金 給我們俄羅斯的辦事處 請他用這1000塊美金 然後選擇不同的養老院 然後去給這養老院的老人家 帶來一些生日的這種經驗之外 每個人給他一點點小錢 大家在座各位 有人做阿公的人最知道 為什麼那時候那個老人年紀很重要 因為老人年紀是你口袋有一點錢 如果孫子來孫女來 你還說乖來阿公給你錢 因為口袋只要有一點錢 感覺到比較實在一點 可是在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 變成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之後 這老人家沒有人管他 可是台灣這個力量 就展現 一年一千美金三萬塊台幣 真的很少都講不出來 因為碰到各位 我現在才多講一句 可是14年下來 也42萬欸 我是沒有事業的委員 我是專任的委員 可是我們 我們就做這個事情阿 然後外交部剛開始 但是還有一點排斥我 想一千塊美金 人家一捐都是一萬美金起跳 十萬美金起跳 你一千美金 老是製造我困擾 可是念頭一轉以後 那個外交部 租俄羅斯的這個大使 他就覺得欸 學生出一千美金 他自己也出一點 然後就帶一筆錢 然後去到一個老人院 這樣一走 走了14年 也找了14個老人院欸 不簡單欸 這就是台灣的力量 一千塊美金 可是你可以讓力量 持續發展下去 又比如說 印度 有所謂的寡婦村 這個寡婦村就是 印度的傳統 是如果這個先生往生的時候 太太不管你年紀多小 都要送到一個寡婦村裡面去 從此一生就在那邊 然後你就是吃住都在那裡 那當然如果社會外面沒有捐款 你就知道他們的生活多艱困 那我們是看到有一部電影叫霍水 談一個女孩子 然後她的一生 就在這樣的一個寡婦村裡面度過 我們就把這事情放在心裡面 那很巧的是在今年年初 印度就發生了洪水災害 然後我在一個英文報導裡面 看到了這個訊息 一個村子就瞬間被洪水摧毀以後 竟然摧毀了是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家裡面的先生過世了 留下太太 整個村子幾乎一瞬之間就變成寡婦村 可是這個對我們來講是好遙遠的事情 可是對我們來講我們就感同身受 去想想一個女孩子本來有她美好的夢想 想以後我的兒子長大娶媳婦生孫子孫孫女 做了很多人生的美夢的時候 突然一瞬之間就進入了寡婦村 可是這時候你想想看 我能幫她什麼忙 如果給她一點點錢支持她一下 你就覺得說她會覺得 來自於一個很莫名的一個我不知道的世界 竟然有一筆捐款來到這裡 這就是一種利他分享的一種成就 我講這些事情的原因 不是說各位我們要常常捐款 有人會講說你到印度去的時候 如果你要發給乞丐 那你發不完 因為這是印度政府的一個責任 社會福利做不好是這個國家的責任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好說 那我一天換一百美金的零錢 一塊錢一塊錢 每次我一天就發給一百個旗幹 最起碼我一天也做一百件善事 如果你從不同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你的出發點就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到在街頭發傳單的人 你想這政府該做的事情 那你永遠不會做任何事情 可是如果想到我能做什麼事情 你窗戶搖下來 你就可以給他一點幫忙 這種力量是台灣很珍貴的力量 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台灣人 因為我們在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在談到台灣的未來 談到一個台灣的心的時候 我要很驕傲的講 台灣人真的很偉大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參加華視這個天佑台灣電話募款 我本來以為上去一個小時那個電話 大概不會接到台 因為全場大概一兩百個人都在接電話 你知道我那一個小時一上去 電話沒有停過 我就一直拿著一直拿著一直在接 而且常常是爸爸媽媽打電話進來 說我另外可不可以再幫我的孩子也捐 然後把孩子名字都給我 因為每一個人我都要有一張單據 我就慢慢點 他幫孩子也捐五百一千 不多 可是他要做一件事情 讓孩子知道說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可以多幫助別人 同樣的日本海嘯的時候 日本人自己當地自己捐的錢 比不過台灣人捐過去的錢 一個高雄氣爆 台灣人一捐就超過三十億 你說台灣真的很有愛心 但我們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台灣人 我們有沒有舉手指導去利他去跟人家分享 常常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很好了很足夠了 我覺得如果你有常這樣的想法 讓自己活在當下 然後常常習於改變自己 突破自己 然後常常懂得利他跟分享 我覺得人生不要去想太多太多 我要怎麼去完成我的人生使命 也許你在這個默默的過程當中 你人生已經完成你自己的使命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態度 也讓大家一起共同來分享 那最後今天來到我們這裡 我就要談談我對台灣的一些想法 因為剛剛談到的是自己對於人生 一種對待看待 然後跟大家一起來共同來分享 那最後談到的是分享台灣這個國家 因為我有跟各位提到 我從做記者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 然後一路過來 我大概是少數藍營立委裡面 有台北經驗有南部經驗 然後現在在桃園的 這樣子跨台灣的經驗 那我也覺得我因為做記者出身 我很喜歡去觀察 那我自己就感覺到說 在我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台灣是少數世界上面 非常值得大家珍惜的一個福利寶地 我們過去提什麼東方瑞士 講福爾摩沙講很多 可是我覺得真正去深入了解台灣的比例 在座的各位是先進 可是有很多人對台灣自己這塊土地 了解的程度真的是非常有限 而且我常常跟很多國外來的朋友 即使是台灣的朋友 我去分享我自己一些簡單的看法的時候 大家聽完以後都覺得 哇 這讓人家很感動 我就舉簡單幾個案例跟大家做參考 台灣是少數一個小小的 這個三萬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 既然可以有熱帶有亞熱帶有溫帶有寒帶地形的一個國家 太難得了 你去哪裡去看 可以在一個短短的四個小時之內 你可以看得到不同的氣候變化在台灣出現 台灣的北部跟南部 台北跟高雄就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有人說高雄很熱 我在高雄那兩年我覺得高雄不熱 我覺得台北很熱 為什麼 因為台北石器太重 台北高雄海風比較多 看涼 所以感覺上說高雄比較熱不會 高雄雖然是熱帶 可是它有熱帶的另外一種氛圍 因為風很大 所以吹起來很涼快 比台北還要舒服 可是單單一個南北也不過400公里而已 可是竟然落差就這麼大 然後我有些國外朋友來到我們桃園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也許不要去台灣走一圈 你有機會來我們台灣 你在桃園就好 待兩天一夜就好 你可以從台灣一進機場之後 然後一路往這個拉拉山去 然後你就可以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兩個小時 從進機場然後往復興鄉 然後一路上去 可以到3000公尺的高山 然後看到台灣橫貫東西的公路 這是一個台灣在別的國家看不到一個 最棒的一個天然地形 然後我曾經為了愛台灣 我去學開小船執照環島一圈 在座各位有環島經驗 開船的請舉手 一位 你看 兩位 後面兩位 三位 坐船啊 我還去考小船執照 花四天三夜 繞台灣一周 你知道台灣是全世界 難得 在短短的距離之內 可以經過世界三大海域的 我當時在高雄本來被選高雄市長 我說如果我去選高雄市長 一定把高雄發展成 這個非常棒的一個海洋世界 因為高雄可以在短短四個小時之內 經歷過世界三大海域 第一個你從高小港出來以後 就來到台灣海峽 世界著名的深水溝 再往南走來到巴士海峽 是全世界風浪最大的巴士海峽 再往綠島 蘭嶼 台東方向去 是全世界最平靜的太平洋 那個三大海域你只要經過 你就會發現那個海的顏色 呈現出它不同的特質 這就是台灣 四個小時之內可以看遍 亞熱帶 溫帶 寒帶 也可以在四個小時之內 經過三大海域 這就是台灣老天爺給我們的一個 最棒的天然地形 這是台灣我們很棒的一個天然 第二個 台灣經歷過不同國家 在台灣待過 不管是過去從葡萄牙西班牙 美國日本很多國家 包括中國大陸一路過來 但是台灣你會發現 台灣是一個包容度最高的國家 我們可以承納各種不同的文化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因為各位今天來到桃園 我就以桃園為例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海外每一個佔領的地區 都會建造靖國神社 為了參拜他們的神靈 還有往生者的英魂 所以每個地方 只要他佔領過的地方 都會有靖國神社 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全世界在日本海外 還保留有靖國神社的 是哪裡 是台灣桃園 就在我們的虎頭山 現在變成忠烈池 很有趣喔 以前中日打仗 兩國的兵是打仗的 結果現在竟然祭祀在一個地方 不可思議喔 韓國幾乎把所有日本的遺跡 全部拆得乾乾淨淨 可是台灣竟然還用日本的總統府 做我們現在總統府 然後日本的禁國神社 竟然可以保留下來 現在變成台灣的忠烈池 這就是台灣人的那種包容 這種包容的態度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台灣人怎麼會 那麼樣的寬宏大量 大家看很多的國家 包括伊拉克阿富汗 包括今天的美國 你看最近的新聞你就看得到 美國在祕蘇里州 有一個小鎮只有2萬多人口 就因為白人警察槍殺 非洲裔的黑人小孩子 結果在當地的小鎮 引起非常大的抗爭跟暴力事件 很多人都認為美國的黑白總毒問題 已經解決 事實上沒有 他們做過一個統計 現在每一周 美國還有兩個白人警察殺死 還有兩件白人警察殺死黑人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黑白的問題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完全的融合 雖然美國號稱世界的大龍爐 但實際上 在內心裡面的那種族群的歧視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消失過 可是大家現在在台灣 雖然早期不管是原住民 客家人 閩南人 都被所謂的北京話 受到很大的影響 可是經過這麼多年以後 還我土地還我母語 大家發現 台灣對待每一個族群 都非常的尊敬 原住民以前我們都說 只有九族九族 所以有九族文化村 現在原住民有多少族 十幾族欸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都開始 尋求自己的身分認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在台灣 如果有人說他被歧視 是因為種族被歧視 這在台灣是一個很大的禁忌欸 是大家會媒體群起而公知的 所以 台灣才短短這麼多年 就可以讓所有族群 在台灣 不管你從哪裡來 包括現在來到台灣的新住民 都能夠在台灣被充分的尊重 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包容 這是台灣一股很偉大的力量 這個偉大的力量 才是成就台灣未來 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這種力量 呈現在什麼地方 呈現在我們的政治面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從一個專制戒嚴 要遍入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很高興我自己從 這個記者一路過來 從戒嚴跑到解嚴 然後到自己從這 台灣是全世界 極端少數應該是唯一僅有的 能夠在民主 這個政治的落實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們只死掉一個半人 這不容易 我們不要去講白色恐怖那個時間 只講在解嚴前後 最混亂的那十年 那個是台灣最關鍵時刻 你看不管是在其他的國家 什麼茉莉花革命一路過來 包括泰國 這個紅三軍黃三軍的對抗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國家在談到 政黨輪替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或是一個實施民主政治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很少像台灣能夠那麼樣的平和度過 只死掉一個半人 我想一個半人 一個是鄭南榮 他選擇了為捍衛言論自由 他選擇了自焚 另外有半個人是在 抗議戒嚴時期 聽說他是被人家 泼汽油死掉的 不是他自己本身要自焚 所以真正台灣 能夠那麼平和的度過 那麼危險的時刻 在全世界都認為不可思議 台灣一定要經歷過一個 像六四天安門 最起碼這樣血腥鎮壓 可是台灣都沒發生 台灣竟然可以平和度過 這是一個台灣 我們必須要講 這是一股台灣最偉大最偉大的力量 這種偉大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在心裡面 因為這種力量是持續一代傳承一代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講的原因是 去年的洪仲秋 白山軍到今年 這個太陽花學運 站在街頭的人 都是以年輕族群為主 這群人都沒有經歷過 我們所謂的白色恐怖的年代 甚至很多人都是在解嚴之後出生的 他一出生民主自由 就是他天生就有的 他從來沒有想過 這是需要去抗爭去爭取來的 但是這群人 竟然能夠走上街頭 而且能夠持續的 和平理性的 待了那麼長的時間 然後最後能夠和平落寞 這種偉大的力量 表示台灣的精神有在傳承 這種包容的力量 包容一己的力量 雖然在太陽花學運過程當中的時候 也有一些衝突 有一些不愉快 包括我在立法院 要進出立法院 還要被學生攔下來 要盤查說 盤查你盤是立法委員 然後要去把你層層管制 可是沒有出過任何事情 你有看到有人死掉嗎 你有看到有人受到重傷嗎 沒有啦 頂多輕傷破皮 有人翻牆衝進立法院 衝到立法院門口 翻過牆進去 就自然在那邊就停下來了 因為他知道 在過去是不對的 有人攻擊行政院 如果站到國外的立場來看 那叫準政變了 表示你的總理府 已經被佔據了 對國外來講 那已經是軍事政變 準政變的開始 可是台灣 就頂多只是一個SNG的一個新聞事件 隔天清晨6點鐘就結束了 而且大家公在紀錄以後 就退出來了 因為並沒有準備長期要佔領 並沒有準備要政變 可是對國外來講 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台灣已經發生政變了 怎麼還可以平和落幕 最後太陽花學運30萬人走上凱道 竟然還可以沒有留下任何紫屑 還做好垃圾分類 這就是台灣最棒的一股力量 所以我到大陸去 跟他們智庫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特別跟他們講 這個事件你不要從藍綠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認為說這是綠營挑撥起來的學生運動 是年輕人是被綠營所蛊惑 所以做了一件盲從的事情 我說你從這個角度去看待這個事件的話 你永遠不會知道台灣人在想什麼 後來他們接受我們的想法 所以他們為什麼後來 這個大陸國台辦主任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說要去接觸不同的階層裡面 包括年輕人都是要接觸的對象 雖然後來沒有那麼樣的順利 但是我很高興的是 他們也用藍綠來看待這個事情 如果把它解讀為是綠營發動的 一個抗爭運動 跟過去的政治運動是一樣的時候 那他看待台灣 他就會失去焦點 但是他如果看準確以後 他就會知道說 台灣真正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發動當中 而這股力量 不僅是作為華人世界一個重要的典範 他還是作為一個全世界重要的一個民主試煉的場地 這種不是任何人給你多少錢 告訴你該怎麼做 定下遊戲規則就可以完成的 伊拉克在美國進去把海山拉下來之後 照美國的制度設立了參中醫院 也有總統然後也設立了總理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伊拉克到現在為止 還在不斷的抗爭當中 為什麼 空有制度 如果人沒有那樣的認知 沒有那樣的內涵 他是不會有未來的 所以當我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真的必須要講說 台灣讓我覺得 從這幾個事件裡面 我們看待出 台灣年輕的一代 已經承襲了我們台灣非常大的一種包容的精神 在政治面向上面 那同樣的 談政治 大家覺得那只是少數人一部分的事情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說 從洪仲秋 從這個太陽花學院裡面 他抗爭的議題 不見得限定是在所謂的政治議題 而是公共議題的時候 表示大家對台灣這塊土地 有更多的認同 那才是真正在愛台灣的開始 過去我們成長的年代裡面 很多人家裡面 這個桌子如果是不平衡的時候 年輕一輩可能不知道 老一輩都會知道 他不是想辦法說把桌腳鋸一鋸把它鋸平 或是把那個地把它抹平 不是 他就拿報紙把它折一折 然後看哪一邊 這個比較不平衡 一墊 一墊就是墊十年二十年 所以有一天要換桌子 才把報紙拿出來看 哇 二十年前的舊報紙 可是二十年前他就暫時 就是這樣一做 就做了二十年 所以過去大家對於台灣 都比較暫時性的看法 沒有去認真發現到台灣的真正的本質 所以我就看到說 台灣慢慢看到年輕這一代的時候 你會知道台灣是被祝福的一塊土地 是我們要珍惜的土地 這是政治面向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我跟他談的是 宗教面向的部分 很多人都沒有提到這一點 可是我覺得我長期以來在宗教界 揭示了各種 我自己本身是佛教徒 但我有一貫道的朋友 我有法人公的朋友 我有基督教朋友 我有天主教朋友 各種朋友都有 包括西藏 藏傳佛教的朋友也非常多 你有沒有發現全世界 唯一在宗教上面 可以被受到高度包容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台灣 因為整個世界裡面 不是基督教世界 就是回教世界 大家去念中世紀的時候 為什麼有十字軍東征 就是基督教跟回教的戰爭 那基督教裡面就是一手拿聖經 一手就是拿刀 信我者得永生 不信我者就讓你下地獄 所以所有的衝突 都來自於宗教後面的這種文化衝突 911事件的發生 也代表了基督教跟回教的衝突 你今天把賓拉登殺掉了 基地組織不會消失 他只會不斷的擴散 然後到全世界各地 有更多的人 然後會參加了這樣的一個組織 為什麼 他們是一種盛戰 所以為什麼 美國人會覺得無法了解 生命不是最可貴的 為什麼有人要做人肉炸彈 才20歲 為什麼要把自己 就做犧牲了 因為他有他的信仰在 所以如果今天宗教界 不能夠互相認知到彼此 不能夠互相包容 全世界這樣的戰爭 永遠不會席止 而且這種戰爭 大家如果再去了解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過 即使在同一個宗教裡面 都會產生很嚴重的戰爭 包括今天不管是夜門 不管是伊拉克 同一個都是伊斯蘭教裡面 還有分多數派跟少數派 還是互相殺來殺去 可是台灣 我們可以包容各種不同的宗教 在911事件發生之後 所有全世界西方國家 看到回教信仰的人士的時候 都會第一個產生戒心 想他會不會是恐怖分子 包括女性在內 都會覺得他不是恐怖分子 他搞不好是黑寡婦 大家都會產生一種疏離感 產生一種害怕 覺得說我不要靠近他們 覺得他們可能會給我帶來 一定程度的這種傷害 所以基本上他是排斥的 但是你發現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回教的信眾 在台灣是不會受到任何歧視的 大家如果來到我們中立平鎮交界 中正市長那邊 那邊也有清真市 因為那邊有當時 從雲南過來的很多人士 那他們大部分都信仰回教 所以就把回教文化帶來 我們中立平鎮這裡 可是他們在台灣 沒有受到任何的歧視 即使911事件發生之後 回教世界 在基督教世界裡面是被排斥的 可是在台灣 他是被尊敬的 台灣沒有一個人 因為你的宗教信仰受到歧視 沒有因為一個宗教信仰 讓人家懷疑你可能是恐怖分子 所以全世界每個地方都可能被炸 只有台灣不會被炸 因為台灣是一個最包容的地方 因為在宗教上面 我們給予了一個高度的關懷 高度的容忍 所以只要你不要練才騙色 你在台灣你要信仰什麼宗教 你要宣揚什麼教義 沒有人會去制止你的 這是台灣很大的努力的成果 以前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即使是佛教 在一個縣市也只能有一個佛教會 可是現在有多少的講堂 那是很難得的事情 台灣真的是宗教界的百花齊放 全世界真正的信仰中心在這裡 我跟很多外國朋友講 藏傳佛教 雖然達賴喇嘛在印度 可是藏傳佛教發揚 最光大的地方在哪裡 在我們台灣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高僧喇嘛 你仁波切 都來到台灣紅髮 因為台灣人最善良 台灣人最尊敬上天 最尊敬神明 這種包容的力量 各位 不僅在政治面上我們成功 在宗教面上面 我們都要覺得慶幸 你以前覺得很羨慕美國 可是現在你去美國的時候 你可能擔心 搞不好你去哪一個遊樂場 突然發生爆炸事件 不要忘記去年 美國那麼歷史悠久的 波士頓的馬拉松比賽 在一個那麼美麗的城市叫波士頓 馬拉松比賽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恐怖分子 沒有人是希望這個社會是悲哀的 大家都希望這個社會是運動樂觀進取的 可是就有兩個兄弟 那麼年輕 結果就用自己做的炸彈 就炸死了很多人 也炸傷了很多人 一個百年的運動 在一個那麼美麗的城市 從來不會想到的 竟然發生了爆炸案 所以美國你只要進出現在美國國土 或從台灣要搭飛機去美國 幾乎叫你衣服快要脫光光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很怕死啊 他很怕哪一個人是恐怖分子 可真的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因為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 文化衝突不解決 永遠都會發生 而且從這個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的戰場 現在都移到了美國本土 這種不會結束的 所以以前我們很羨慕美國 可是現在你發現在台灣 你信什麼宗教沒有人歧視你 全世界包容度最高 最能夠接納的就是我們台灣 所以這種包容 不管在政治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和平的政權移轉 同樣的我們在宗教面上面 我們也呈現出了最高的包容力量 所以它會變成 那麼多神明都來到台灣 當然台灣是應該被祝福的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未來 一定要有信心 然後最要談到的就是 我們台灣人這種的人情味 雖然我剛剛點了很多 我們捐助別人的案例 但是台灣的人情味 真的在每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就看到台灣 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力量 我每次看到慈濟 或是其他宗教團體 在每次有這種告別式的時候 他們會來到現場來祝念 大家隱隱無事情 為什麼要出來去幫人家去祝念 而且很多人覺得 我如果去參加告別式 有時候是不得已 那因為有自己的親朋好友往生 去了以後 有還有人跟你講說 你回家還要繞別的地方 再回來一下 不要直接進家門 免得把那個厄運帶回家裡面 萬一家裡面會有人會要死掉 都有這種禁忌戰 可是為什麼就有像慈濟這樣的人 他很願意 然後去祝念 佛光團體也有 非常非常多 然後有人家 願意把自己家裡面提供來做資源回收站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家裡面很乾淨 可是既然有人家 願意把自己家的院子提供出來 給別人做資源回收 你全世界找不到這樣的台灣 這種台灣的精神力量 是讓台灣今天 雖然在政治上面 處境這麼樣的艱困 我們也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沒有任何的資源 台灣還能夠屹立不搖 那最珍貴的就是台灣人 這個人的價值 所以它呈現在人情面的時候 當政府做不到 你看地方高雄政府 高雄氣爆只不過要跟中央要19億 台灣人民一下捐出來 一個禮拜就捐出30億 這個在全世界 你去找什麼地方會有這樣的 我在那個電話 接電話就是一通一通電話這樣接 那個電話沒有講 高雄是綠營執政 我不捐錢 不然講我是民進黨我是台聯 沒有 因為大家都是台灣人 大家願意去做這個捐書 因為大家覺得 不願意看到別人痛苦 我想說台灣人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本質 日本海嘯 讓日本 福島也面臨很大的一個災變 可是為什麼 日本要重新站起來很難 因為日本人 像台灣人 這樣的熱情他沒有的 所以台灣人的捐款 為什麼會超過日本人 因為我們覺得日本跟我們很要好 而且那麼臨近 我們也希望他 日本人 能夠早日脫離困境 所以我們捐這個錢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沒有考慮到什麼 我這個捐這個錢 是為了台日以後有更好的邦交 不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 基於一種 人與人之間 我們不願意看到別人痛苦的這種想法 這種台灣的人情味 就是這一連串下來 呈現出來最好的面向 所以 容我跟各位報告 不管是從我們的天然地形 在那麼小小的 三萬四千平方公里 擁有各種的天然地形 到我們不管政治的和平移轉 到我們宗教的包容 到我們的人情味 補助的社會制度的不足 台灣在在證明 台灣是有未來的 但是台灣最後要做一件事情 是我在做文化局長的過程當中 我深深感受到的 就是台灣一定要做社區總體營造 這個社區總體營造 有人講它是有政治的目的 但有人認為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讓大家從我自己家 開始認識起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很多的人 成長時候念的書 想到的就是喜馬拉雅山 想到的就是黃山 想到的是長江 想到的就是黃河 但從來沒有認識自己家的淡水河 佐水溪 我們台灣的大科凱溪 都沒有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待到 我們眼前自己的這個 所踏的土地到底長什麼模樣 所以透過台灣的社區總體營造 讓每一個人開始關心自己的家園 這種家園 我覺得這個掌聲也是為我們自己未來的下一步行動 我們自己給自己一種掌聲的一種激勵 因為在社區總體營造當中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彼此之間 開始互相認識 從我這塊土地開始認識起 那麼我在做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就看到很多感動的力量 有人用文字 有人用影像 然後慢慢把周遭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做記錄下來 希望它變得越來越好 那過去我們總覺得我們自己力量很小 一個人力量不足以撼動整個世界 可是我跟在座各位朋友報告 現在因為隨著科技的發達 媒體它已經變成越來越多元化 不再有像過去三台壟斷所有我們的資訊 大家可以透過網路 可以獲得各種的資訊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電腦平板各種 都可以讓人與人之間更加的往來 科技已經不會再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 唯一會形成我們溝通的障礙 是我們那顆心有沒有真正到位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舉兩個案例給各位做參考 在我們桃園觀音新屋沿海 有所謂的觀音藻礁 那麼這個觀音的藻礁 它有非常多萬年的歷史 那麼在全世界 這個藻礁 蘊藏量最高的 就是我們桃園觀音新屋 但是過去我們在發展工業的年代 這個藻礁是不被大家所認同的 因為大家總覺得 它就只不過是一些岩石的變化 它沒有任何的價值 所以當中油要做一個輸氣管的時候 它就從我們的藻礁中間 就一刀開過去 然後就把藻礁清掉 然後就埋了一個中油的輸氣管就上來了 但是 在我做文化局長開始 我就遇到了一位國小退休的老師 叫潘正宗老師 他就開始用影像去做紀錄 紀錄我們藻礁的變化 然後從藻礁裡面 開始去發掘一些藻礁 跟我們台灣人之間的關係 在座也有一些人是客家人 我自己是客家女婿 大家都說客家只有山的文化 所以都是客家人唱三歌 實際上客家人也有海的文化 當我們到觀音新屋去看的時候 就發現客家人海的文化裡面 它就會利用那個藻礁的地形 讓那個海水漲潮的時候 然後讓魚過來 然後當藻礁形成一個天然天然的一個戶 然後變成一個捕魚的孔 然後當海水退潮以後 它就變成客家人在那邊捕捉海洋生物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經濟行動 這是一個客家人海的文化 可是過去從來沒有人把它做連結 那千百年來 客家人在這邊也都這樣子活下來 可是沒有人去注意到 它這些藻礁 跟我們客家人的生活之間是有連結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推動 所謂客家海的文化的研究 然後開始去做藻礁的保護 我們就從客家的角度出發之後 開始幫藻礁做記錄 然後一年去做一次藻礁的践行尋走 然後慢慢帶動的人來看 你知道當你開始有人關注以後 透過網路有越來越多人的關心 而且關心不是只有桃園人之後 包括外地台南的小朋友來關心 他形成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是藻礁從沒有人關心的 到最後透過文化製程保存法 讓我們的農委會跟桃園的農業局 把它列為我們一種自然生態的一個保護園區 然後同時也把周遭 然後所有本來排放廢水的工廠 都從他的廢水源頭去開始日起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始關心自己的土地 可是藻礁存在這邊已經多少萬年 經歷過多少的朝代 都沒有人關心過他 大家就覺得 他就只是一個地形風貌而已 可當有人關心他以後 想到我後代子孫也需要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藻礁開始被關注 而且透過藻礁的關注的時候 每個人都開始認得到 這是我的家園 所以就看你如何跨出你自己的第一步 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是我在我們藻礁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自己深刻的感受 那麼透過這樣一個藻礁的呐喊 透過藻礁的一個認識活動 讓更多的人來關心藻礁 現在藻礁保留下來了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社區意識 我們就不會去連結這藻礁跟我之間的關係 中油或其他的工廠 就可以大拉拉的把藻礁破壞 然後透過廢水的排放 然後把藻礁污染了 可是今天我們就藻礁 經過這幾年努力 他保存下來了 這不是憑空 就有人保存下來 是因為有人有願力 真正是用台灣新的熱情來保護了他 這是一個我看到的案例 第二案例是我在高雄 高雄柴山 柴山非常有名 幾乎是高雄人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山 雖然這山不是很高 可是高雄人想愛護柴山 柴山除了這個野生蜜猴很多 也是為了保護動物 結果變成蜜猴滿山都是 但是我在那個地方 我看到了兩個讓我最乾淨的事情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高雄去爬柴山 高雄柴山從山底下到山上 沒有一點垃圾 沒有看到一個煙地 如果有燈垃圾 有扔煙地 一定是外來的人扔的 但是後面一定有人補上去 把它撿起來 為什麼 他鬥過大家的力量 維護了柴山的整個的自然生態的維護 而且維護它的乾淨跟清潔 然後每天都有人做什麼事情 有人會揹那個水到山頂給人家喝 你可以說他為了鍛鍊身體 就揹水上柴山 那為什麼公公 那你就初一十五揹揹就好了 一年揹一次也好 做個秀也可以 不是他就今年累月揹山 揹這個水上山 那個水也很重欸 但他覺得就是 因為山上有人需要喝水 所以我們就有人要提供水 我年輕力壯我可以 我就願意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常常是 有人等著揹水 但沒有水可以揹 為什麼 因為揹水的人太多了 所以高雄人的驕傲 你單單從一個柴山 你就看得出來 他為什麼會那麼愛護這個柴山 因為柴山代表他們一種精神 價值的一種保護 所以像這個 不管是桃園 不管是高雄 在很多地方 點點滴滴 大家都 都可以看得到 這種能量 這種能量 就是要在座我們每一個人 持續的去愛護他 去保護他 所以我覺得 這種社區總體一照 把自己的家 認真的去維護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政府好輕鬆做事情 如果今天 我們沒有用 特過社區總體一照 從自己家園關心起 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 就會 把垃圾往外面扔 然後會亂吐檳榔 然後有小偷進來的時候 會有陌生人進來的時候 你都不會去關心 因為都覺得 都覺得說 反正我只要顧好自己家就好了 那台灣跟日本 我常常以前 做個比較的時候說 日本 每一個人家裡面都很小 但是 日本家在小 日本沒有違建 可是你看到公共設施 公園都很大 那日本人就很守法 不是我的我就不會去佔有 然後公共空間 我就會去維護他 因為那是大家都有的 如果你破壞我破壞 這公園就沒辦法維護下來 所以你就看到日本人 對自己的家 即使家 住家很狹小 他不會蓋一坪為建 公共空間 是大家的 那我也不會去污染他 也不會因為是 政府的是別人的 我就隨便來踐踏他 但是你發現現在台灣 自己家 雖然不是很大 但總是比日本大 但總覺得不夠大 可以再偷一坪兩坪 陽台也要外移頂了 要家幹 都有 那公共空間公園 反正 那個政府要維護 所以你不管丟檳榔 丟垃圾 帶狗去 你也不會說 狗黃金要把它撿起來 反正一定要有人去撿他 總覺得那是別人的 所以你單單看日本跟台灣的文化 就差很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小 沒有被教育過說 這是我們家 總覺得這是一個臨時的地方 所以總覺得以後要離開這裡 因為我們的目標都在大陸 所以總覺得台灣 總覺得那是一個過渡 所以過渡到桌腳底下那個 報紙一墊就墊二十年 因為從來沒有想過 要在這邊好好生存下來 可是現在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 紅重秋暗 聽到這個太陽花學運 談到這個藻礁 談到高雄柴山 因為台灣在變化當中 這個變化 讓台灣人慢慢 真正的主體系出來的 因為我們覺得 這是我們自己的家園 所以如果大家每一個人都能夠愛這一塊土地 不是只有嘴巴愛 真正愛的話 你會 形成一種力量 這種力量讓別人想要來破壞的時候 你扔垃圾的時候你會覺得 不好意思 這種不好意思 會讓整個社會 減少公部門的支出 再不必要的人力浪費 今天多一個清潔隊員去掃垃圾 永遠掃不完 你想到就是說那我再多聘清潔隊員 如果是每一個人都把垃圾分類都做好 每一個人等垃圾車來的時候才倒垃圾 大家不會隨地倒垃圾 大家把減少下來的清潔隊員 各位 我們可以用來做更多的支出 如果每一個人都守望相助 每一個人都把這個社區 當成自己的家的時候 我願意出來排班 不管是做民房做疫警 我守望相助 我一個禮拜 我一個月來輪一次 輪一個晚上 各位我們省下的警力 我們可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我不覺得我們很有資格講我很愛台灣 因為我覺得我們連第一步都還沒有跨出來 我們只是嘴巴講說我們在愛台灣 因為你沒有實際行動 你從捐還都沒有 從實際行動都沒有 那憑什麼我們講說我們愛著台灣 我們憑什麼講說台灣也變太厚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台灣就在我們自己手中 你都不管誰來管你呢 所以當如果台灣繼續這樣走下去 能夠每一個人珍惜這塊土地 當成自己的家園認真看待 台灣的未來的景點力無窮 因為台灣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最珍貴的價值 不在於天然資源 我們沒有那麼多天然資源 但是我們最珍貴就是 人的那種可以去改變的那種習性 那種力量 如果我們勇於改變 勇於改變自己 而且樂於改變自己 就像台灣不斷地在突破我們自己 從來沒有想過台灣可以和平政權轉移 可以二次政黨人體 未來會怎麼變化 沒有人知道 但是台灣一直在變化當中的時候 都會給很多人帶來很多驚奇 為什麼有那個驚奇 因為這是台灣人所形成的 所以在台灣整體社會上面 如果要變得更好 我們自己台灣人自己本身 從自己的家園怎麼著手做第一步 我覺得是蠻值得我們自己來思索 所以我在我的國會議員角色上面 我認真扮演我自己的角色 我堅持理性堅持對的事情 堅持走下去 不會去眷戀那個政治職位的長短 而去堅持我做的事情是對與錯 各位 從我們自己家周圍開始 從你能夠立即去跟大家分享 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 活在當下 立刻去做它 我覺得台灣不需要講很多口號 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可以變得 讓我們更加的喜愛 我很高興說台灣經過這麼多年大家的努力 我們開始不再破壞台灣 開始朝永續發展 這種永續發展呈現在環境的方面 程序在人文的表現上面 在在的大家都在珍惜這塊土地 包括從文化面上面 我們開始會去尋根 開始去追蹤祖先的腳步 這些點點滴滴 都是讓我覺得 台灣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一個未來 那我想今天有機會跟大家分享那麼長的時間 那雖然 演講到1點半 但是我想保留20分鐘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有什麼樣可以分享的 也希望大家給我一些指證 但是再怎麼說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相逢 那這樣一個認識 大家一起來共同愛台灣 而且不是用嘴巴 而且用行動 我還是要坦白講 有這麼多人加入台灣民政府 真的會怕到 因為台灣人可以有默默的 透過這種無形的力量 然後呈現出一種我們的作為 如果在座是在大陸的話 哇 慘了 這個 中南海一定睡不著覺 天安門前面一定天天都是武警在戒備 可是我們在這邊 為什麼能夠安居樂樂 能夠表達我們自己說的想法 真的是台灣說讚就是讚 這就是我們最珍貴的價值 所以謝謝大家 今天聽我講了那麼長的時間的話 但也容我再次用一舉功 感謝大家對台灣的努力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立委 我們再次的掌聲 謝謝 我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或什麼有什麼建議的在我發作參考 可以嗎 我們相信我們知道我們要的是什麼 所以呢我們先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在這裡幾首發言一下 好不好 大家很客氣 來 其他人發表 有沒有特別需要委員給我們回答 為什麼這個 有那麼好的口才 有那麼好的口才 這個 講那麼多 然後 都不間斷 有那麼好的口才是怎麼訓練出來的 口才喔 沒有 口才倒不是真的 但 我覺得 我就有人生意志在學習喔 我覺得 在座各位每一個人都在各行各業 但我覺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也要提醒自己 這是不要職業倦怠 這種職業倦怠很嚴重 比如說醫生看病人 那個病人來看你的時候 病人對他來講 搞不好第一次生病 然後想我一直發生肚子疼 就覺得很緊張我敢會死 醫生說 啊 流行性肠胃炎 開個單就好 30秒 單就開出來了 為什麼 對醫生來講 他已經看過太多這種案例了 可是今天對這個患者來講 或他的小孩子來講 這是他的第一次喔 如果你沒有這種 出發心的話 你總覺得 我很熟了 哎呀不要緊張 放心 開個藥就給你 你如果都不能設身處地去 替對方想的時候 你的人生成長是有限的 因為你就會覺得 哎呀都一樣 可是如果你每一個人都把它當成 將心比心 從他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你會從他身上學到很多很多的 人生的做人處事 而且了解事件上很多事情 所以我做選服案件的時候 我每一個案件 我不會把它當成個別案件 這樣子都是相同來處理 比如說有很多人 那個外籍配偶要嫁來台灣 不管是來自於大陸 來自於東南亞 常常在面試的時候會碰到問題 那很多人就說 那我就去跟那個 我們住外單位 假設是阿開倒沙崗街 盡量給他過 但有時候我會去了解 為什麼會不過的原因 我會比較花心眼去了解 而在每一個過程當中 我就會發現很多的案例 這種案例 每一次都給我人生 豐富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我舉幾個案例 給大家做參考 你就知道周遭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有一個爸爸 有兩個兒子 他們在我們中立開很有名的面殿 他想我年歲大了 還沒撲到孫 所以就叫兩個兒子說 你們都給我去娶那個 越南的女孩子 然後都幫他們去做面試 都講得很好 最後 一個過關一個沒有過關 皆大歡喜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爸爸看到兒子結婚了 有撲孫很高興 弟弟結婚了也很開心 因為他本來叫娶太太 但是哥哥也很開心 因為哥哥本來就不想結婚 可是如果我當時 我就莫名其妙一直 也不分青紅照拍 就是兩個兄弟都沒有結婚 趕快給他過 那可能我就造成很大的後遺症 因為有人就是不想結婚 可是最後就是有人可以結婚成功 然後你就覺得 哇你就幫了一個爸 因為每個人都很開心 這是案例一 案例二我曾經碰到有一個 我們中立的一個很有名的人士 開餐廳的 他女兒這個要嫁給大陸人 然後都已經婚期都講好了 然後大陸的親友 包括新郎本身 要來台灣 然後要參加婚禮 結果他們想說 那要來台灣又不能自由行 所以就辦一個那個 商貿考察團來 用專案想進來 結果去申請的時候 人家說這個公司剛成立 一定是假的 就給他打回票 慘了 在我們中立已經 請帖都發出去 總共三百桌 三百桌 結果新郎進不來 親家公親家母進不來 要怎麼辦呢 結果我這個朋友就跟我講說 委員如果他不能進來 當天新郎就你做了 我說很麻煩 一般人就頂多服務到現在為止 因為進不來就進不來 但是我就很用心去想說 你想想看人家一生大事 要嫁女兒都安排好 而且是地方人士三百桌 聽話都放出去 最後想說 那個新郎沒有到場 你說當天那個很尷尬 我就想盡辦法 然後我就想到說 他要來結婚的時間 正好是我立法委員 要就職的時候 那我就想一個辦法 我就把移民署 跟陸委會官員找來 我說有沒有辦法 我們來找個突破點 後來想想說 這個案例 可以空前單 也要絕後 就是不要再有人 可以援引來辦理 我就說 邀請他來做立法院 立法委員 就職典禮的 官李貴賓 我說這個四年才一次 他不會四年後再結第二次吧 不會吧 所以 就用我貴賓的身份 用特案讓他進來 這就是你如果站在 對方的立場去想的時候 你就會想辦法 去幫他解決問題 像最近我碰到有一個 我去我們山東國小 參加家庭日的活動 校長就跟我講說 有一個媽媽 是一個越南籍的配偶 跟前夫離婚了 然後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這個媽媽就上大業班 然後大的女兒 念國小三年級 就讓他晚上一個人自己在家裡過 然後那個 剛生出來九個月的嬰兒 就拖給別人帶 讓他努力賺錢 然後照顧這兩個小朋友 那這裡面就涉及到那個 兒夫法的問題 就變成 晚上不能讓未成年的小朋友 一個人單獨在家裡面 所以校長必須要通報 但是媽媽又捨不得這孩子 離開他 可是媽媽又必須要做大業班 那問他為什麼要做大業班 他說因為 必須要賺一點錢 來照顧這兩個孩子 後來我們就想辦法去幫他解決 那我要講的用意是在哪裡 是如果我只處理到這裡 那我只是善心做到一半 因為就表示我只是幫忙這個越南的這個母女 讓他自己本身經濟狀況改善而已 但是如果我在進入了解才發現 原來後面還有問題是 大女兒是這個越南配偶 跟台灣的先生 就是他的前夫生的 但是後面這個小女兒九個月大 是後來他跟這個台灣先生離婚之後 認識了一個逃跑的越南外勞 他們的愛情的結晶 然後這個逃跑的越南外勞 後來被抓走 遣送回越南 所以這個越南媽媽生了一個九個月的女兒 但是沒有抱過戶口 那這個媽媽每天就忙著 趕快大業班賺錢 根本不知道怎麼照顧這孩子 可是我把他請過來以後 就告訴他說 因為你在台灣 已經有拿到中華民國身分證 你這個女兒雖然是跟 越南的男朋友生的 可是他可以依母親 然後也申請到台灣的健保 因為他可以用依親的方式 可是你對於一個人生地步的時候 在台灣的一個越南媽媽 他根本賺錢都來不及養家庭 哪有時間去想其他的 所以九個月大那個孩子沒有抱過戶口 沒有人照顧過他 可是我們就想辦法去幫忙他 這種案例還很多 我最近還處理抱一個菲律賓的一個外勞 來到台灣跟他雇主戀愛 然後懷孕 生了一個小朋友 可是這個外勞 來台灣之前的時候 在菲律賓已經有婚姻了 可是婚姻剛結婚 然後就來台灣工作 所以他跟前夫也沒有關係 可是已經在台灣生了一個小朋友 這小朋友是跟台灣他的老闆生的 但是就變成在婚姻關係上面 這個菲律賓的女孩子 是跟他菲律賓的前夫生的 因為他跟台灣這個雇主之間 是沒有任何婚姻關係 後來他們結婚了 台灣雇主跟這個菲律賓外勞結婚了 可是之前那個生的小孩子 百分之百看起來都是菲律賓人啊 因為爸爸是菲律賓人 媽媽是菲律賓人 因為他們有婚姻關係 後來我們就想辦法把他找來 然後想辦法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我講的用意是說 他們都沒有選票可以投我 可是你如果站在他的立場 想他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該怎麼幫忙他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有很多事情 可以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也許這個社會 就讓感覺到多溫暖一點 所以你如果看到別人有困難的時候 有機會多幫忙一點 雖然不見得像我有服務案件的機會 可是如果你在你的領域上面 你永遠不會職業倦怠症 你即使你是做一個大賣場的收銀員 你每天保持最好的笑容 讓每一個客戶在買賣過程當中的時候 享受到你那種甜美的笑容 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做好很多的事情 所以在座各位如果有時間的時候 我倒是很鼓勵大家去做志工 那這個志工是因為 他可以讓你在一定的時間之內 完成一些事情 而且對你會有成就感 那我比較鼓勵大家去做文化志工 我以前做文化局局長的時候 我常常跟我們文化志工鼓勵 他們也拿到我們全桃園 也拿到全國第一名的志工 我說很多的志工或很多的事業 隨著你的年齡見長 你的體力見銷 你可能重要性會越來越邊緣化 但是如果你是做文化志工 你會發現在國外最好的導覽 都是那種越資深的導覽 因為他懂得最多 然後他了解的也最多 因為他隨著他年齡的成長 他的知識越豐富 他的閱歷越豐富 他講的話大家越喜歡聽 就像我們講什麼叫騎勞騎勞 就是因為他的閱歷人生豐富 比我們還要多 所以做文化志工 絕對是一輩子不會後悔的事情 他就像爬接天一樣 是慢慢爬上去 不跟坐電梯 坐電梯上下很快 可是留不下痕跡 可是做文化志工 一步一步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回頭看的時候 每一步都是往更高一層去走 所以在座各位 除了我剛剛提到的 老的中醫師 老的法師 會被尊敬之外 好好老的文化志工 資深的文化志工 也是會大家很喜歡的 因為他可以講很多很多的故事 講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的人生志業上面 還沒有一個很適切的發展 倒不妨除了我們自己的組織之外 有機會在文化志工上面 多去發揮 也許透過文化志工 你也可以多了解 自己這塊周遭的土地 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我以前做文化局長的時候 我很鼓勵全民寫傳記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政史 寫的都是戰勝者的歷史 然後失敗的人 他的歷史是被淹沒的 或是被扭曲的 但再怎麼寫 他都是官方的歷史 他沒有民間的歷史 所有大時代裡面 都會有偉大的故事 但他不是發生在 大的人物上面 再小的人物都有偉大的 可寫的故事 那我很鼓勵在座很多人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請你去幫大家來做一個 全民寫傳記的工作 這個工作的用意 我就利用最後的時間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會鼓勵大家寫全民寫傳記 包括現在文化部在推國民記憶庫 因為我常常去參加很多告別式的時候 我會很認真去讀那個副文 每一次看到這個 往生者的生平事蹟的時候 我都很感慨也很感動 感動的原因是覺得每一個人的一生 都不是那麼平凡的 都有他的顛沛流離 都有他的奮鬥 也有跟他再次成功的這種 可以寫下來讓大家去了解閱讀的故事 這是讓我感動的地方 讓我感慨的地方都是 這些等到人走了以後才開始寫 為什麼不能夠在一個人有生的年代裡面 你就開始幫他做紀錄 後來我在文化局做這樣的一個 全民寫傳記工作的時候 我就發現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媳婦跟婆婆感情變好 孫子更了解阿公在想什麼 你看過以前有個電視廣告 阿公這個才講說 以前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人聽他 後來阿公講一句話說 你爸爸不是我生的 全場才突然醒過來說 為什麼不是你生的 因為只有講這個 大家才會注意阿公在講什麼 因為大家總覺得 他講的事情是很遙遠 很遙遠以前的事情 可是如果每一個人能夠靜心下來 不要太多時間 我覺得透過現在 那麼多的高科技 不管你用手機用電腦 你都可以做影像的錄製 然後你自己如果能夠寫 你就可以用你最真實的筆 寫出你周遭最親切人的故事 不要所有的關心 都關心在後生晚輩身上 你可以關心你周遭你最親近的人 我就看到媳婦因為這樣跟婆婆關係變好 才知道原來婆婆過去從同養息一路過來 人生的過程有多少的點點滴滴 孫子也因為這樣知道阿公當年 是怎麼樣度過那個最艱困的台灣的年代 這個點點滴滴字數不要多 然後因為現代的發展 他以前出版印一本書 最少要一刷要一千本到兩千本 現在不用 現在透過數位印刷 你要五本印五本 要十本印十本 而且你可以透過影音 數位把它點堂下來 然後我希望我們 這個台灣民政府組織 不需要講很遠 就從周遭開始 我們會有兩萬多人 就是兩萬多個家庭的故事 你把這些故事點點滴滴 把它記錄下來 一本書也許五千字加圖片 然後你再加上影音檔 這些記錄下來 就是台灣人的臉譜 這是最真實的台灣 國號朝代都改來改去 最真實的是我們在座 每一個人所呈現出來的臉譜 所以從我做文化局長一路過來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真的周遭有親愛的人 請記得趕快及時 因為時間不是在等待我們 不要講說那數欲盡 而風不止 直欲養而親不在 這個事情 什麼時間都可能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現在不想說說 我再忙一下 後面我有時間看來一下 可能時間不會等我們 你只要把你的攝影機架上去 你就開始做紀錄 或者阿公 他沒辦法很有組織講什麼 你就把手機打開開始錄 錄他兩個小時讓他自己問 自己講 或你幫忙問幫忙提示 然後就可以整理成一本書出來 然後我們自己台灣 我們自己的這個民政府 就把它做成一個台灣的記憶庫 然後做成書把它點堂起來 以後 曾經在這塊台灣土地活過的人 在我們的這個檔案裡面 就會真實呈現出來 這兩萬多個家庭 點點滴滴喜怒哀樂 見證了一個大時代的歷史 這個你說是不是件善事 就是 他就是我講的 你就是要活在當下 然後你要記得要突破自己 所以你就開始拿筆 你不要覺得只有記者文學家才可以寫 你自己就可以寫 然後你要去做一個利他跟分享 我是建議在座的所有的朋友 就從我們自己的影像紀錄開始 從自己周遭最親愛的人紀錄下來 這個點點滴滴 不要等到告別式的時候再來做 在生前你把它完成的時候 相信我 相信我 你把這個作品完成的時候 交給你所心愛的人 他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覺得我這一生沒有白活過 不要只有在戀愛的人時候 才為你戀愛的對象 去做所有的 這個 所有的天老地荒的事情 你現在還可以為你招招的人 做一些最簡單 但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拜託各位 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機會見面的時候 我可以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看到很多台灣最真實的臉譜 因為這是真實的台灣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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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也說到了 利他分享 也吻合了台灣民政府 為百姓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利他分享 對不對 我們再一次一次